大家好 欢迎回到谈股论经 我是老潘 昨天做了一个节目 然后呢 今天比特币又向下插了一针 所以现在就跟大家上来update一下 这个现在市场的走势 目前为止 比特币呢 仍然是在试图形成 他这个inverse head and shoulder 他现在左肩 右肩依然比他的左肩还要高 是吧 他会不会回到这个54,000这个附近 形成他的右肩 目前为止还很难说 从这个4小时线上 从先看1小时线上来看 他的在今天早上呢 由于他这个大插针 他的Binmax index funding 已经非常的接近零了 然后后来呢 又向上走了一下 然后后来又插了一针 是吧 然后呢 现在呢 又开始接近这个零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Binmax index funding 看起来是不错的是吧 如果能 将这个Binmax index funding控制在低位 就是接近零的地方的话 会非常的好 呃 最理想的 当然是变成负数是吧 但现在呢 他依然还是正数 在4小时线上呢 我们会看到他有这个candle 有这个一些尾巴 这些下影线呢 说明下方有买盘 这就为什么最近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到36个小时之内 比特币很有可能会向上拉一波 因为下方有买盘 而且这个4小时上的Binmax index funding已经接近零了 是吧 这个Binmax index funding在小时线上是负数的时候呢 会吸引一批资金入场 在4小时上是负数的时候 又会吸引一批资金入场 那现在他接近零了 然后呢 又有这个下影线 所以呢 他就会吸引一批资金开始入场 如果最理想的 当然是在日线上 如果他能变成负数或者接近零的话呢 又会吸引一批资金入场 是吧 而且在日线上 Binmax index funding是负数 或者是零的时候呢 会吸引到较多的资金 现在的4小时线上呢 只能吸引一部分资金 还不能吸引日线上的这个资金 是吧 所以呢 他目前为止还仍然有继续向下掉的可能 但是他4小时线上呢 可能会先拉一波 然后呢 再往下掉也有可能 是吧 我们至于他要选择怎么走 我们要看这个之后庄家要怎么打算 是吧 那现在为止呢 比特币的走势还算是不错 因为他并没有掉破他这个这个pattern 是吧 这个inverse pattern 说的pattern 目前依然是在形成中 然后现在我来重点讲一下这个 YFI 好 这个是YFI 上次我说过了 YFI呢 走势非常的好 上次他突破了这条下行线以后 价格上下行线 还有RSI的下行线之后呢 就开始慢慢的往上涨 然后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的话 YFI现在实际上走势非常的完美 这个是YFI对比特币 为什么让大家看这个呢 那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之前是一个腰股爆发之后 之后一直在筑底 现在依然在筑底当中 所以说这是一个腰股爆发长期筑底模式 而且他在 WIFI在这个对比特币呢 实际上已经非常超卖了 他在这个位置就非常接近他出生时的点位 是吧 所以说这个位置呢非常的好 然后这条趋势线 这条本来是他上涨的趋势线 后来在这个地方呢掉破了 破了以后 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底背铃 开始往上涨 涨了以后 他现在回到这条线的上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走法 很有可能呢 YFI会在最近突破他的之前的这个高点 如果他能突破这个高点的话 很有可能YFI就会对比特币 就会开始一个新的上涨趋势 那现在呢 这个趋势才刚刚开始 还没有形成个high high是吧 还没有还没有比这个要高 他如果能够比这个去到0.8个比特币的地方呢 他就有可能会开始形成一个呃 向新的上涨趋势 所以他现在在这个地方呢 已经有人开始用比特币来换成YFI 这说明YFI不仅得到了来自美元方面的支持 而且得到了来自比特币方面的支持 而且还有个更重要的 他还得到了来自以太坊的支持 就是这是 YFI对以太坊 这也是一个交易对 然后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条黄线呢 就是他基本上是他从出生开始 就基本上是在这个位置 YFI对以太坊 那现在他回到这个位置 又开始往上涨 他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底背铃 然后呢 向上涨了一波 又往下掉 那他在RSI上呢 是一开始是往上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掉破了 破了以后 上来回测了一下这个线 又继续往下掉 那现在呢 他往上冲 冲破的这条线向上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走法 很有可能在最近呢 这个YFI会突破这个 这个之前的高点向上走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 也开始会有人用这个以太坊 换成YFI 所以YFI得到了三方面的支持 从USD到BTC到以太坊 是吧 三方面的支持 所以我今天呢 我看了一下这三个图了以后 我就把一部分的这个以太坊 换成了YFI 等这个YFI涨上去了以后呢 我会再把这个以太 再把它换回以太坊 这是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说一下的 上回没有具体说 这个YFI目前的走势 是吧 它实际上非常的bullish 是吧 非常的牛 然后这个是YFI对USD 今天早上比特币插针的时候 YFI也掉下来了 掉下来以后呢 它很快又被拉了上去 说明这个庄家拉盘的意愿非常的强 是吧 而且还冲破了之前的在这个高点 现在已经冲破了 很有可能YFI呢 会在最近回到它之前的高点 到4万多到5万附近 是吧 所以说YFI走势非常的强势 但是如果你是用比特币 或者是用以太坊换成YFI的话 我要说一下 我把这个以太坊换成YFI 我是打算要拿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因为一般像这样的筑底时间会比较长 它有可能向上涨了一波了以后 它又重新往下掉 在这个地方呢 可能会待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说呢 不要想着它冲上 马上就能冲上去 这个是可能性是有 但有多大 现在不得而知 现在不知道 它有可能会在待这待几个月 也有可能呢 过两天直接就冲上去了 所以大家要跟我买这个YFI的话 就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可能要拿比较长的时间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1inch 昨天在上次视频里面 我应该也说过这个1inch 就是它突破这条下行线以后呢 往上冲了一波 今天由于比特币插针呢 它也跟着插了一针 回来回测了一下 这一条下行线 然后呢 迅速的拉盘 又拉回到它之前的高点 是吧 说明这个1inch的庄稼呢 也在强势的拉盘当中 让这个1inch形成了一个cup 之后会不会形成这个handle 我也不知道 是吧 它有可能直接就向上拉 也有可能呢 形成了handle 然后再向上拉 就像那个cake一样 是吧 那说到cake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cake也是 目前也是非常的强势 cake对BUSD 那今天也是非常的类似是吧 向下调了一下跟比特币一起 向下调了一下插了一针 然后迅速的拉盘 又拉回到原来这个地方 然后这就说明这个 这个cake的庄稼呢 也在拉盘当中 很有可能在最近呢 它会形成这个完成这个cup and handle pattern 然后呢 再向上冲 非常的强势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irecoin firecoin 之前呢 我说过 有群里面有人问 我视频里面也说过 它向上爆拉的时候呢 我是不建议买的 我说最好把它等它回调到0.618的这个黄金分割点 那这个fibonacci retracement这个工具呢 它是比较主观性的 它一般是从这个 叫做swing low这个地方开始往向上拉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个swing low 因为它向下走过一波 但是呢 现在它已经突破这个0.618下到非常低的地方 所以这个已经不成立了 是吧 但是呢 你可以把它拉回到之前的这个swing low这个地方 你看一下这个 它是完美的碰触了这个0.618这个位置 137块 是吧 之前呢 我在视频里面我就说过firecoin呢 有可能会从重新回到109到137 几块之间的这个区域 那今天呢 它碰到了这个0.618的位置以后 就开始向上反弹 现在反弹的力度呢 也还算可以 算不是非 目前为止还不是非常的强 因为今天还没有收信 但向上 我是在大概140块钱的时候 我买了一些这个firecoin 然后呢 我并不是打算长拿 而是可能在短期内就会把它给卖掉 因为它在RSI上呢 这是一个它的下行线 是吧 它有了一个接触点 现在它已经远离这个接触点 远离了这个下行趋势线 那这条下行趋势线呢 就会像一个磁铁一样吸引着它向上走 所以当这个RSI 重新回到或者接近这条趋势线的时候呢 我可能就会卖掉一部分 如果它在碰到了这个趋势线的时候 如果这个价格非常的强势的话呢 我可能会留下一部分 但如果它走的并不是非常的强势 比如说它只反弹了大概到167块钱左右 然后就开始往下掉的话呢 我可能就会把剩下的给卖掉 这是我对这个firecoin目前的走势 就是这样买了一些firecoin跟这个WIFI一起 说WIFI是用以太坊来换的 而这个firecoin呢 是用这个USDT来买 然后下面来说一下这个Bedder Bedder之前呢 突破了这条RSI的上行趋势线 下行趋势线 跑到上方拉了一波了以后呢 现在就回到了基本上原点 是吧 这是很正非常正常的现象 我之前在视频里面也说过 一般来说像这样去向上涨了一波以后呢 你就在短线的朋友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短线的给卖掉了 然后呢拿长线的朋友呢 不用着急是吧 他目前依然是在筑底当中 他现在突破这条趋势线以后呢 可能会回来回测这条趋势线 然后再慢慢的往往上涨 这是非常正常的 是吧 一定要有耐心 因为拿短线的跟这个拿中长线的 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让他来筑底 是吧 如果你现在因为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买了 在41块钱买 现在掉到38块钱你就非常不爽要割肉啊 那你以后最好不要玩中长线 因为这是非常需要耐心的 是吧 像一个好的币种呢 当他掉破了你的成本价 你所想的是应该在什么地方去加仓 而不是想着什么是不是该割肉 是吧 这个思想应该这个转换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CRO 对USD Team 之前呢 他有个上行的趋势线 然后在这个地方 掉破了一点点 这是一个警告 所以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说过 这是一个上行趋势线不保的警告 那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当他向上涨一波以后 马上把他给卖掉 那现在呢 他果然掉到下方了 是吧 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因为他叫上行趋势线呢 已经不保了 那他掉到下方了以后呢 如果还没卖掉朋友 是不是要割肉呢 就正好相反 是吧 他很有可能呢 因为他掉破了这条趋势线以后 他正在形成一个更大的上行三角 就是个Ascending Triangle 是吧 这个为什么是这样说呢 因为之前有过好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Dodge Dodge呢 也是类似的是吧 他一开始呢 也有一个上行趋势线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他在这个地方掉破了一点点 给了你一个警告 然后向上走一波 就应该把它给卖掉 卖掉以后 他果然掉下来了 是吧 掉下来了以后 并不是世界末日 而是形成了一个新的上行趋势线 然后呢 他又向上开始走了 又回到这个地方 是吧 然后现在还是在这个地方运动 只要他不掉到这个地方 那这条上行趋势线还可以继续往下走 所以说 现在这个CRO跟这个Dodge的走势 实际上非常的相像 很有可能 他在最近呢 会开始向上拉一波 回到0.24这个地方 是吧 所以说 大家不要认为 他在这个 你在这个地方买的 他掉破了你的成本价 你就急着把它卖掉割肉 是吧 不用着急 很有可能 庄家看到了 有很多人在这买 他就先把这帮人给清掉 那你会不会被清掉呢 那就看你的手 你的是不是个strong hand 是不是够足够的坚定 因为CRO这种平台平台币呢 他们都是有足够的资金来拉盘的 至于什么时候拉盘 那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EOS EOS呢 之前我说过 他有一个周线上的底背离 然后呢 他向上拉了一波 是吧 向上拉了一波 现在呢 他由于比特币的回撤 他也回撤了一下 那他在这个日线上 有一些上影线 这说明上方有卖压 所以说呢 向下走呢 也是非常正常 特别是在 他在这个RSI上 是价格向上走 RSI向下走 这是个顶背离 所以他必须向下走一下 才能够修复这个顶背离 是吧 那他至于他能走到什么地方 我也不清楚 是吧 有可能他会继续走到 这个比较低的位置 就形成一个inverse head and shoulder 然后再将向上拉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他不会走那么低 他可能就走像个cub and handle 形成cub and handle 就马上向上走 这也是有可能的 是吧 但是 是像这种币种 大家最好把它老币种呢 你把它给放大 把这个图片放大来看 你就知道 他现在呢 依然是在筑底当中 是吧 要有足够的耐心 不要因为价格的一些波动 你就马上就要想到割肉 是吧 那样的话呢 特别在这个底部这个地方 他的波动的百分比一般都是非常的大的 是吧 10% 20% 甚至30%都有可能 所以说不要被这种波动给吓怕 他对于这个比特币来说 是目前为止 还是在筑底当中 所以有足够的耐心 他对这个以太坊呢 也是类似 所以他跟那个YFI其实比较相像 都是在得到了三方面的支持 这个USD 然后以太坊 然后BTC 都有人用这个比特币 跟以太坊换成这个EOS 是吧 目前为止 走势是相当的不错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ngine Coin Engine 上次我说过 它是一个走势比较强的币种 是吧 今天向下插了一针里后 也是迅速的拉盘 走得非常的强势 然后看一下这个 Mana Mana呢 目前依然在这个趋势线的下方 RSI趋势线下方 但是正在形成一个飞龙在天兜急 所以说这两个NFT的币种 走得都非常的强势 是吧 他们很有可能呢 会在最近再向上拉一波 至于什么时候开始拉 我也不清楚 反正我手上就拿着这两个 好 今天的这个 所有的内容呢 基本上就先说那么多 不讲一下上回没有讲的具体 或者是没有讲的币种 目前来说 这个比特币的插针呢 可以舒缓掉上方的卖压 是吧 比特币这个上方的卖压 然后呢 慢慢的形成这个InverseHanded Shoulder 走法相当的不错 然后 由于它这个插针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 山寨闭门都有相当的韧性 说明这个山寨记很有可能再继续下去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大概就说到这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点赞分享订阅 然后想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朋友 可以加我在视频开头跟结尾的微信QR Code 我可以把大家拉到群里面去 好 今天视频就做到这 我们在下次视频中再会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